美国抢逼中俄分手,考虑对中国银行发起制裁,对此,中方已经做了两手准备,化解美国在金融方面的施压,在关键时刻,中东大国站了出来,资本火速吃云东方,美国想要对中国银行进行什么制裁,中方做了哪些准备,中东资本为何要吃云东方,以使未尽,可以知心替,以人未尽,可以明得失,欢迎订阅老海说史。 在登上前往中国的专机前,布林肯就挑明了此次访华的两大目的,一个是要求中方停止在台海的一切行动,否则美方会采取相应的做法,另一个是警告中国不得对俄罗斯提供帮助,不然美国就会实施惩罚,随后,美方透露了这个惩罚措施的内容,那就是对部分中国银行实施制裁。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称,中国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各国进行正常经贸合作的权利,不容忍任何侵犯,中方必将捍卫自身权益,很明显,美国对中俄合作的指责,已经从半公开渠道的抱怨,逐渐演变为指责,在布林肯访华前,美国为了抢逼中俄分手,准备对部分中国银行实施制裁。 那么,布林肯来中国后,肯定会在中俄合作问题上,当面对中方摊牌,不过,美国自己其实很清楚,所谓的中国军援俄罗斯的说法,就是谎言,在接受美国众议院质询时,美军一号人物,参联会主席布朗承认,确实没有任何关于中国军援俄罗斯的证据,而在另一边,美国众议院通过的对外援助法案中,有超过600亿美元给了乌克兰。 那么,美国为什么还以中国帮助俄罗斯为由,准备制裁中国金融机构? 有分析指出,美国的真正目的是阻止中国获得全球金融体系的领导地位,所谓金融,就是实体经济发展的附生产物,因此,要获得金融体系主导地位,就必须确立贸易中枢地位,从目前的全球贸易情况看。 由于美国的制造业空心化,欧洲制造业也在大量流失,因此,拥有完善工业体系的中国的贸易权重持续提升,这种情况已经引发了三个结果。 第一,中国的上海,香港正在成为新的全球金融中枢。 第二,美联储激进加息,引发的美元潮汐,无法对中国实施金融收割。 第三,中国的贸易权重提升,使得多个国家与中方签署本币互换协议,冲击美元霸权体系。 因此,美国想要通过金融方面的制裁,保住自己的主导地位。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中东资本做出了行动,就在布林肯访华前夕,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出手,准备收购中国恒利时化,以发行股本10%加一股的股份,总额约为110亿美元。 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从去年起,中国的市场投资情况出现了较大变化。 一方面,随着西方舆论竭力炒作中国经济下滑论调,部分美欧基金对中国市场的投资意愿下降,但依然有大量西方企业将生产线、技术、资金带到中国。 另一方面,中东主权基金积极在华布局、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国加持中国资产,数额或超过1万亿美元。 这个情况,对美国而言是一个噩耗,因为沙特是美元石油体系的关键国家。 然而,沙特不仅与中国达成本币互换协议,还在加持中国资产。 这意味着,美国连影响中国金融链都做不到,还谈什么对华金融战。 实际上,自从美国将俄罗斯提出Swift体系后,他们就不可能再对中国实施金融战了。 美国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没有达到拖垮俄经济的目的,反而重创美元体系。 因为美国的做法使得国际金融市场稳定被破坏,还推动各大经济体寻求建立新的金融秩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华尔街日报》均指出,美国实施金融制裁不仅限制了美元的使用,还让美元的安全性饱受质疑。 美国不断挥舞制裁大棒,会推动各国寻找美元的替代品来规避美西方的制裁。 同时,各国因为美国的做法更重视储备资产安全性并考虑避险措施,不过从美国的做法看。 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面临的情况有多么严峻,在考虑制裁中国银行前,美国已经迈出了危险一步,通过了没收俄罗斯资产的法案。 准备对俄超过3000万海外资产动手,有分析认为,美国这种做法,说明他们是真的没钱了。 在美元潮汐无法收割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情况看,美国盯上了俄罗斯的巨款,或许,拜登政府只是单纯认为,俄罗斯海外资产主要集中在欧洲,即便没收俄罗斯资产的法案会带来风险,也是自己与欧洲盟友一起承担。 不过从长远角度看,美国这份法案,就是给摇摇欲坠的美元体系,最后一击,全球出现去美元化浪潮,已经说明美西方的信誉破产,只是泡沫还没有出破罢了。 现在,美国居然连最后的遮羞布都不要了,想要对中俄实施金融制裁,那么只会倒逼非美元结算阵营加速成型,彻底摧毁西方的金融业,布林肯这次访华,也将变得毫无意义。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60分钟访问时,竟然公开叫嚣,我们芯片比中国先进,我们喊台湾。 雷蒙多说,中国的芯片落后我们在美国所拥有的多年。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半导体,中国没有,我们在创新上超越中国。 雷蒙多此番言论对中国充满挑衅,他说的我们有两种解读,一是指美国主导的芯片联盟,所以包括台湾。 二是故意刺激中国,我们指美国,模糊表述台湾属于美国的,这不仅是赤裸裸挑战一中原则,试图在国际上炮制两个中国,而且还是明目张胆,侵犯我们中国主权。 我们可以这么认为,雷蒙多的公开挑衅,其实就是驻微布林肯访华,企图从侧面对我们中国施加压力的,据美国白宫宣布,布林肯将于4月24至26日访华,先从上海入境,再非北京。 讨论内容包括,中东危机,俄乌战争,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禁毒合作,人工智能等。 据美媒透露,布林肯此行将由5名主要成员组成,包括布林肯本人,负责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艾伦,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国际毒品继执法事务,驻清罗宾逊,以及网络空间和数字政策大使菲克。 从这几个人,我们也能大概推测出布林肯访华的主要一题,从布林肯日前在G7外长峰会上,对我国的横加指责的三个主要问题,第一是劝说,警告,中国,停止对俄罗斯国防工业的支持,第二要求中国自行解决工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不得向全世界输出,第三,当面要求中国停止对台湾当局施压,不能在赖清德就职典礼期间挑衅,因此,这一次布林肯访华可谓是任务艰巨,困难重重。 因为这些问题每一个都是我们中国不可能进行让步妥协的,总体来看,布林肯这次来,最多起到一个加强沟通的效果,至于实际成果,不包奢望。 不过,为了逼迫中国进行让步妥协,美国方面再次拿出了杀手锏,4月23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24日,布林肯抵达中国的时候,美国政府将同时宣布一份新的针对参与对俄金融往来的中资银行的制裁,其目的是切断这些银行与国际金融体系之间的联系。 换句话来说,美国计划将这些中资银行踢出Swift系统。 至于最终要不要执行这个操作,就要看布林肯在中国的谈判情况了,去年中俄之间的贸易额超过了2000亿美元。 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对媒体表示,目前俄中两国90%以上的贸易结算仅以卢布和人民币进行,实际上,中俄两国之间的贸易结算已经基本踢除了美元。 不过,如果美国把相关中资银行踢出Swift系统,对我们的国际贸易还是有影响的。 目前,对于美国政府的这一个霸道决定,我国外交部23日第一时间回应表示,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并再次重申中国与俄罗斯开展正常经贸往来的权利,不容侵犯。 相信以我们中国的智慧和谋略,对美国把中资银行踢出Swift系统的招数,早有应对之策,美国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布林肯访华之旅已提前失去意义。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记得点击订阅,我们下期见。